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闲聊一下 因为这两天的话我收到的开箱的玩具非常的多 那我想说先给大家做个小小预告 也是跟大家闲聊一下 首先的话是官方的产品 最近传承系列的这个Denox Class的四个玩具 已经同时出现了 那手上这两个是这个大红风还有风刃 那大红风是淋巴动画里头的那个版本 然后这个风刃的话只是从IDW漫画开始出现 然后一代一代越做越丑的风刃 这个大红风的话实际玩过才知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这个他这里换上了一个40周年的合汇 那其他还有两个Deluxe Class的分别是 这个我这两个人物我都不认识 这一款好像看起来像是一个警车的警车的人物 这个是因为我是一套四个一起买 所以就一起带回来了 然后这一款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传承的原创人物 然后现在的官方Deluxe Class的话 四个里头都会有一个这种属于一个组合式 拼凑组合式的一个殡影心杆 那这个这种通道我会留到最后一个台座 这一款的卖相看上去不错 这个像是石头人的一个样子 那除了Deluxe Class之外的话 我的一个核心级的玩具今天也到了 核心级的话这一次推出了三个玩具 这两个人物 那我也是一次全套都买 但是我这一次的话 他有点榜售 就是说这三个你买的话 你还要再多买一个 那我的话是中间这个家伙重复到了 所以说就没办法了 那这三个小玩具的话 我应该会留到下个周末 我会带去日本的冲绳 那因为我下礼拜五六日一 我有四天的时间了 我在冲绳 我有一个摄影的一个工作 去那边拍写真本 实体书的一个工作 机票是给报销的 所以我终于也解锁了 到国外拍写真本的人生成就 非常值得高兴 那这种小玩具的话 我会把它带到饭店里头去 就晚上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把玩 甚至可能就晚上就在冲绳 就给他做了开箱 就可以直接上传给大家 也算是做个纪念 小比例玩具还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那除了官方的这些玩具之外 对了 那个有一些L级的 L级的胡音还是什么 那个是今天还没收到 那就先不提了 那讲到这个小比例的话 这个是招财猫的OP 这一款的话 我是昨天到手的 那我也尽快给大家做开箱好了 那其实他的大红梦我也有买 但是手臂被我玩断了 所以我就没有拍大黄蜂 那这款我会尽快 以及讲到大黄蜂的话呢 还有一款 这个 不可变形的 应该是R104号的大黄蜂 OK 盒子很漂亮 这个造型的话呢 应该是电影前三集 应该是第三集的大黄蜂 这个是不可变形的 做上去比较精致的一款玩具 这个开箱可能比较简单 就给大家做一些展示之类就行了 不用摸索很复杂的变形 OK 大黄蜂 然后呢 还有这最刚刚吧 我收到这个 这是风暴动漫所赠送给我的一个盒碗 这个是BW的玩具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他们重头一切是这一箱 这个一个一整套的 Bistro War的 Bistro War的一个 这应该是正版授权的 OK 那所以我最近的话呢 不可变形的变形金刚的收藏品 逐渐的在提升 确实随着年纪的变大 视力啊 定力啊 集中力都慢慢的变差 可能这些不可变形的玩具的收藏呢 会逐渐逐渐的变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都是变形金刚啊 在我看来的话呢 都是有特殊情感的 那感谢各位过去这13年来的支持 诶明明就讲了 好像是 好像是频道中年庆一样啊 确实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各种关注 那这些最近入手的新品的话 我尽量抽空赶快给大家做个分享啊 那希望在下个周末啊 就全网冲程之前呢 我能拍多少是多少了啊 那么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